字幕提供 你好,我代表后政改时代来访问你们 我想问回 我以我所知 是陈德章 陈德章先生 你是代表 你会去火炭驱选 以及本身民间电台 都是在用功下的地方 那你对 活化功下的制度 你会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觉得政府 不应该硬推出一些措施 去活化它 其实你只要让他们继续 其实好像现在民间电台 没有任何管制那麽好 那你其实已经自然活化了 你不需要去活化它 其实你特意做一些措施去活化它 反而可能你整死它 但是如果 例如火炭 因为它里面都会有个 有很多都是租住 租用功下的那些 其实你们会和那些艺术家 会有些合作 和联络那些 暂时来讲 相信如果有幸当选的话 那当然会在功下 开始地区联台 那我们是私人屋圈做的 明白 因为我刚才听你们的讲的时候 就会很集中那些 会像是集中居民那方面 但其实那些艺术家那些会怎样呢 我会有兴趣的 至于Ken 其实去选区讲选举 也不离说要听选民 或者街坊的心声 但是那个区 它的区真是滑地 是会包括火炭的工厂 是的 到时你说 这个电台的广播 到时他们 大家会不会有个节目 大家可以讨论 或者刚才说民间小记者 下去采访的时候 当然会问一下那些工业大厦的 用单位的人 那些租户 包括那些艺术的团体 都是肯定要他们一起去发声 去讨论 亦都透过这个平台 去能够促进公民社会发展 这个肯定 OK 但其实本身 阿陳山 你的立场会是怎样的 即在政治光谱里面 政治光谱 因为真的是第一次认识你的 是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民间电台 一直都是讲一些真的声音 好像我们是反对六四屠杀 这些是一定的 就是一些事实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讲 好像普选 我们希望 2012 现在没有了 希望可以一次过剩的立法 有一个责任普选 就是这些是我们对民主 就是我们有一句政綱 就是旗纳民主 争取公民 嗯 但是你例如说 那些最低工资 或者是政改的看法 就是我不可以代表民间电台 因为民间电台 因为民间电台很花多 至少你个人 我当然是认同最低工资的立法 那当然要配合最高工资 那当然 不可以的 不是 而且要很多劳工的法例 就是 缺一不可的 是的 那但是 你对政改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政改 我其实是 是不赞同通过这个政改 就是不认同这个政改 就是将这个功能组件 合理回来 就是可能 以后功能组件产生出来的议员 那个选票的数目 是多于直选议员 这个是 就是可能将这个功能组件 就是千秋万势合理法 所以就反对这个政改奉务 是 但是你对人民力量 他追击民主党 你会 就是你会不会同意这样做 还是 啊 其实追击也可以 但是他现在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对人民力量 追击任何政党 是没有意见的 那我觉得选的公平 这个选民自己去决定 那你说不能说谁去追击谁 其实是 可能是给选民多一个选择 ok 那阿Ken哥 是的 那都 想到你了 因为始终 你不拒封头的时候 你也是有份出选的 嗯 那当然其实 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做 你可以选择 选不选择 但是 都到现在了 你 例如看部机制 现在是封 就是你已经没有 如果说 通过了的话 你已经是没有可能会 再 以公投的方式 来 来出选 那你其实会 怎样看法呢 例如说 太谷激势 或者不拒公投 你刚刚问 比如对于我们 代表民间链台 去出选区议会的候选人 如果你问到很多 是关乎 就是你说到政治光颇 或者 对很多政策 那些立场 因为始终民间链台 不是一个政党 大家 由去想 去参选院 到决定 到公布 其实是很短的时间 所以很多很具体的事情 未必说 傾偶尝尽 有一个政策的降临 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说 我们要去开放大气联邦 要透过这个地区的电台 去促进公民社会的参与 和发声的渠道要增多 希望大家的区议会 那个文化 可以更加改革 但是如果你问回我们政治光颇 我想我们都是 其实倾向 中间偏側 其实在労工阶层 草根基层 也都去关心 有细社群 在政改或者政治改革 民主改革的部分 我们一定是反对这个功能做变 亦都要要求 撤销全部的区议会的委任议席 尽快设计真普选 就是全面 大家可以直选 所有的立法会的议席 和特首行政长官 如果这个政改 就是这个 你刚刚问的 如果 政改方案知不支持 他问你知不支持 和泰谱机制 泰谱机制 我们昨天都去有限 一起去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每一次选举 就是一个民意授权 来的 无论那个人是因为病 因为什么原因离职 都好 那个时间就是不同了 应该是按照那个时候 就是当时选民 外于他的个人考虑 政治的环境 社会的转变 或者对候选人的选择 他们的立场 又重新一次去表达民意的机会 亦都去重新授权 一个人入议会代表他们 所以这个泰谱机制怎么说 一二三四都不可以接受 一定是要撤回 亦都是保留原有的 这个補选的做法 因为一直以来都行之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反而我们觉得共同 就是同时间应该 好像民阵 或者其他团队一样 就是我们要去争取 这个公投法的定立 因为未来 香港无论是 那里二三条好 说到一些重大的事 其实都应该全民 可以有全民的投票 能够令到政府 是有最好的渠道 去收集一些市民的意见 是关于重大的议题 但是其实想问回 为什么 如何决定 是你们两个 因为刚才我说 是选择的 但是例如阿牛 他其实都是 重立这个电台 但是他也会出来选的 但是为什么 他又不会挂个 牌头是 就是民间电台 其实如果你有留意 那我们当然有好的 都离不开 就是中间偏左的政团 都是社民的朋友 很多很多 或者我们 就算我退了党 就是退了党 不是会员 但是我们基本上 都是走同一个路线 但是为什么会 两位 就是我们两个候选人 都去新界区呢 其实大家要留意得 细心一点 就知道 FM102.8 民间电台在广度 在广度 在广度区 也都早两年 也有FM101 就是九龙东 那我们觉得 新界区其实都应该 可以再多一个电台 我们看到有FM的频道 我们试过有几个频道 是可以开到台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 去开发新界的选区 亦都因为 民间电台在过往 这个争取开放大气电波 的运动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党派 包括呢 就是已故的华叔 或者李卓人 他们现任的一些 立法议员 李卓人 凌卓中等等 他们都有来参与过 所以我觉得如果 用民间电台的 名字去出选 其实可以促进到 民主派的那种脱建 亦都给选民知道 今次我们是 很单一的议题 是支持这个 开放大气电波 开这个地区电台 那就不会变成 我挂某一个政党 大家又去那些 政党的形象 他们的策略 或者他们是左中右 去那个位 那牛 因为他始终有 在眼睛里面 其实很多朋友 他们可能有身兼两个身份的 问题 可能他又是社民联 又是民间电台 或者又是社民联 又是其他民间的团体 是的 但是他们就会 经过社民联的行委会 去推荐和讨论 派什么名单出选 那么他们 比较舒服地 用了社民联的名字去出 也都是 社民联 以我的理解 是要求只是一个名就出 就是牛就要求一个名 不是 社民联那边的候选人 是只可以下一个政党 但是土地正义联盟 以我所知 是达到那个 可能他不属于政党 这个其实很多社民联 因为社民联出选 就算有些朋友是职公盟 他都不会可以下 因为他就是下了两个 以我所知 在土地正义联盟 不过当然 你这么说 至少我会这么记录 因为我本身不是社民联的人 我就是独立参选 所以民间联台的名字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在这里也有份参与 也做了很久的节目 我也觉得 在新界区可以开一个台 其实是很好的 所以用民间联的名字去出选 如果你问陈德章 陈德章也是支持牛哥 有帮忙去助选08年的立法会选举 但是他也是暑假 刚刚毕业回来香港 我想如果就算用社民联的名字 也趕不及了 但是他也是更加支持民间联台 因为他08年的时候 就是单单帮牛哥助选 所以我想在理念上面 是这个出选 就是有利于凡民主派团结 以及我们是说单一议题 就是没有了政党那种 就是说那么多的包袱 我想就是这样的原因 当中其实你刚才是 你留意得很小 就是我们选过的 最初都是有超过两位的人 是打算用民间联台的名移出选 但是就外于他们自己内部 就是民间联台的高层 本地层 他们谈过 也都考虑候选人选择的区 他自己出选的理念 他个人的承担等等 就筛选了之后 就决定就是我们两个出今次 就是代表民间联台出选 OK 谢谢 好